對不對 DBS的存款 多少錢 你會有很多的放不下 你連密碼都捨不得告訴別人 你有太多的放不下 這時候啊 可是你要往前走 可是你往前走 注意聽 你又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這時候其實你很痛苦 這時候你要提起佛號 唸佛或唸咒 比如說你平常唸觀世音菩薩的 你就唸觀音菩薩 你平常唸Om Ma Ni Be Mi Ho的 就唸Om Ma Ni Be Mi Ho 你平常喜歡唸阿彌陀佛的 你就專心唸阿彌陀佛 不要亂亂換 這時候你就一直唸 唸 這時候你就會覺得身體像脫了一件衣服一樣 假如你功夫很好的話 你還沒有斷氣 你再唸 比如說唸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Om Ma Ni Be Mi Ho 突然極樂世界就現前了 這時候阿彌陀佛就放光加持你 善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 恭喜你多生多節的善根福德因緣成熟 歡迎你來極樂淨土 這時候你就不會經過中陰生 就不會去投胎 了解嗎 那時候你看到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放光 那你呢 坐著蓮花一踩上去 就恭喜你 永脫輪迴了 所以往生的時候不是這樣喔 是不是表演可以看 往生不是說我死了一下 昏倒 阿彌陀佛再拉回來 然後把你敲一敲 欸 Are you wake up? 不是 往生的時候是你還沒有斷氣的時候 你就正念分明 有些人可能斷氣 還沒有斷氣之前 他就看到說佛來接我了 那一定往生結了世界 有些人呢 他是身體慢慢的 我剛剛講呼吸 很困難 對不對 可是他會指 意思是說佛走來啊佛菩薩來了 他真的我還看到 但他講不出來 他的這個器官功能已經上失了功能 他講不出來 但是他會說真的佛菩薩來 然後他就笑著就走了 那這個呢 也會往生極樂淨土 或往生天上 所以 修閒第一個要有禪定力 第二個要控制自己的貪嗔痴 第三個 你要念得起佛號跟咒語 所以淨土中一心不亂是講結果 假如你平常就能夠念到一心不亂更好 不過不太容易 那你先做到信念不斷 可是臨命中的時候 當佛光一照你的時候 你的的確就一心不亂就跟著走了 就恭喜你 就去結了世界了 你就不會再回來受這十二因緣輪迴的苦 好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 有些人斷氣了 可是呢 阿彌陀佛還沒有現前 那這時候呢 他身心分離了 就會去游離 到處飛 這時候就要看他的夜 所以為什麼我們華人乃是大乘佛法 乃是一地藏法門 就要做妻 做妻就是說這時候他的夜啊 夜像什麼 像海浪 各位去過聖桃沙嗎 聖桃沙走在海邊的時候很漂亮喔 對不對 Very romantic 你看 唉呀 微風吹動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徐徐的涼風 走在沙灘上 手牽手 你牽著我 我看手耶 對不對 一起走 很羅曼提克 沒有錯 可是呢 有時候說風來了 像最近幾天 前一陣子台灣有颱風 東南亞有這個低氣壓 當風來的時候你知道嗎 那海浪呢就會很大 那現在說假如狂風暴雨來的話 整個海浪更大的時候 他連一艘船都會翻了 我們的夜啊 就像那個海浪 看起來有時候你覺得海浪很寧靜很好 可是當夜線前的時候 他會讓你身心都很恐懼 這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哇 砰的一聲 你會聽到天空全部都在打雷 只有你聽得到 別人聽不到 在你家旁邊幫你住念人都聽不到 為什麼 那是你的夜 你就會聽到大雷 下大雨 狂風暴雨 然後全部的天氣都變得黑的 然後像風一樣一直捲 夜風一直旋轉 這時候你就會很恐怖 這時候你要去哪裡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家裡又放不下 然後前面又很可怕 這時候你怎麼辦 你心呢 很多人就在這裡斷氣 他就昏迷了 就投胎了 那投胎的話 假如你來一生 投胎做人的還不錯 看到的境界會好一點 假如投胎到地獄 惡鬼 畜生三惡道的話 注意聽 三惡道是不好的 可是你在投胎的時候 會看到的是很好的 比方說投胎做豬 你知道佛經裡寫 投胎做豬是什麼呢 你會看到像Night Club一樣 全部在跳舞 WELCOME LET'S GO ENJOY TOGETHER 你就看到很多帥哥們你在跳 哇 好好喔 有很多吃的 好吃的玩樂 你就跟著一跳 一跳一投胎 生出來就是豬 所以我要說地獄惡鬼畜生 三惡道是不好 可是你在靈命中投胎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好 第二個 投胎地獄猛火 要進地獄的人 他會突然覺得 在斷氣的時候 他會覺得 哎呦 怎麼這麼冷 你的身體全部像冰箱一樣 非常冰冷 請問冷的時候你會找什麼 火 對 你就會想喝熱開水 然後火 那你呢 因為很冷對不對 你很想 我需要火 火 就真的來了 然後你就投胎到地獄的猛火去了 一刹那之間你就投胎了 所以地獄惡鬼畜生 是 投胎的時候看起來都很好 但是事實上 他三惡道是很苦的 我看大家聽得都這樣 Are you okay? 很震撼 是不是 你會覺得 師父你講這麼精彩 你是不是去過啊 我可能也去過很多事吧 生生世世輪迴 可是按照佛經 還有很多的善知識的開示 你就會了解 接下來看 死亡時就像夕陽西下的天空 你要先問 我死亡以後斷氣去哪裡 因為斷氣的時候你很痛苦 你身心分離很痛苦 所以家人也為你流了很多眼淚 這樣一投胎呢 到了子宮 媽媽的子宮裡面 什麼東西你都忘了 所以你起碼懷胎十個月 你才會出生 所以這一生一死 一死一生 是很大很大的震撼 就把你所有東西都忘記了 死亡就是這樣的現象 好 接下來再看 補充資料 昨天講的無名原形 行原式 這十二英元 我把它打成錶 你專心聽 沒關係 我只是把它做成錶 幫你整理 你聽懂比較重要 以後我們會出DVD 你會出父親聽 聽好 這叫三是兩重因果 三是有過去是 現在是跟未來是 過去現在未來 就像我常常比喻的 像河流 河流從上游 流下來 像瀑布一樣 有一朵花 掉下來 順著河流的水 流到中游 在你的面前 然後接下來又往下游流 然後呢 就游到大海 過去 現在 未來 就像這樣 所以它叫做夜的 夜流 煩惱流 或苦流 也就是說 夜跟煩惱跟苦啊 就像河流一樣 永遠不斷 其實我們的念頭 也像河流 剛才你在靜坐的時候 對不對 你會想 哎呀 早上呢 我去做什麼事 下午呢 我去Shopping Mall 跟女兒去吃了冰淇淋 晚上呢 我現在來聽驚 明天我要想 你看 我們的念頭 都會跑來跑去的 好 先看一下 過去式的因 無明原形 無明是指 對宇宙的真理 並不了解 不過這個無明啊 有分根本無明 跟知末無明 在這邊我就不要再講得太複雜 無明你是不太容易看得到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惡念 但是無明不太容易察覺 它是很細的 所以念頭簡單的講 有初 中 細 你可以寫下來 很粗 第二個很中間 medium 第二個很細 很suttle 細的念頭我們很難看到 細的念頭要在禪定中 才容易看到 粗的念頭你自己看得到 中的念頭呢 有時候是自己看得到 或別人看得到 有時候自己不曉得 可能別人看得到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行 看 行是流動的意思 接下來 煩惱流 就有是 我們有明跟色 就像娃娃一樣 有身體 有精神 接下來它眼耳鼻舌生意 六入 六入就是六個器官就長出來 所以你會發覺 嬰兒最喜歡人家怎麼樣 摸牠 對不對 各位做媽媽的就知道 小孩子哭的時候 你就會抱著牠 摸牠 拍拍牠的背 牠就覺得很舒服 你看小狗 小貓 牠也很喜歡你 牠摸牠的脖子 對不對 人都很喜歡醋 因為醋會讓你很舒服 醋 瘦就會有心的感受 跟身體的感受 比方說 新加坡很熱 不開冷氣的話 你身體就會流汗 不舒服 假如你今天從早到晚 你身體不舒服 你心裡就會一直想喝水 和溫開水 所以你會有心的感受 有個身的感受 好 現在師父講現在是 講修行 好 現在我昨天問過你一個問題 Q&A 假如我有一個包刀子 現在有十二個鏈子 請問我要往哪裡剪掉呢 你不可能去剪掉生跟老死 因為投胎你是不能控制的 現在來講 你可以從愛取有 從愛跟取把它剪掉 待會我會講 可是更細微一點的人 對佛教徒注意聽 你要在醋跟受的時候 把它剪斷掉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們講人都喜歡接觸 為什麼出家人呢 或是我們做佛教徒的人 尤其大乘佛教要嚴守戒律 戒律就是控制你的身 口意 舉個例子 比如說比丘跟比丘你 對不對 看到都是合掌 像師父是國外念書的時候 剛開始我也是合掌 可是我們的老師覺得很奇怪 最後呢 我們在僧團的禮後 我也會請教師父或開會 所以呢 碰到別人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握手 像現在師父有時候看到你信徒 我也是會握手 因為什麼 從西藏風格 從西方 所以觸握手是對的 可是注意聽 在你接觸的時候 你要注意自己的念頭 你不能說 我跟他握手 這個人喔 皮膚好嫩喔 他的瘦怎麼這麼白呀 你看 你就打忘念了 有人就握手的時候 奇怪 這個手好像木頭一樣 怎麼這麼粗啊 好討厭耶 有人這樣摸摸摸手 奇怪 他的手怎麼這麼軟 像豆腐一樣 沒有骨頭的啊 你看 我們在接觸的時候 每個人的感受就不一樣 外國人比較喜歡擁抱 對不對 我們華人可能不太習慣 甚至大家你看 法國人 男生跟女生見面都要親一下 左臉跟右臉頰 這是他們的文化 好 現在講 修行要把握住你的處 就是你的身體在跟別人接觸 再講得更白一點 現在對 young generation 注意聽 雖然沒有身體接觸的嘛 Eyes contact 閃電眼 對不對 這個也是接觸 心的接觸 對不對 你一電到人家 哎呀 這個是 阿彌陀佛 對不對 被電到一下 所以自古長講什麼 很多人都相信 自古一見鍾情 一見鍾情是什麼 你過去是跟他很強很強的業力 一電呢 就明天就結婚了 所以眼睛也有 Eyes contact 這是另外一個新的能量的接觸 但是現在師傅要告訴你說 在接觸的時候要把不親近的轉成親近 你要寫在旁邊 比如說你不要去看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看莊嚴的佛像 你的心就會生起寧靜的心 對不對 你看到蓮友們都很精進 對不對 你的身口意就會親近 所以觸 當你一根接觸的時候 六根都會起作用 所以就很容易造惡業 所以你要在觸跟受的當中控制自己 所以會有受戒 他的目的其實就像保護你自己 舉一個例子 假如約一個小朋友 很喜歡拿一個劍 就跟說 爸爸媽媽 我今天到隔壁跟小朋友玩好不好 你一定說好 可是你一定會叮嚀他 小心 一劍可以玩 不過不要戳到人家的眼睛 對不對 你跟小朋友玩啊 對不對 大家不想 哎呀 糟糕了 糟糕 眼睛被戳過 眼睛是輪魂之窗啊 你可以跟別人玩啊 可是你若是不小心的話 把眼劍呢 玩具戳到對方的眼睛 那就要趕快送醫院 Hospital了 整人生這個眼睛會瞎掉 用這個比喻是什麼 注意聽 界定會的功德力呢 有時候很sharp 就像這個劍一樣 假如你沒有佛法 透過修行控制自己 你戳到對方的時候 會傷到對方的法身會命 水灶殺到淫忘酒 違反五戒十散的呢 你傷害了自己 也會傷害眾生 我們現代人有很多的業力 包含你會說 師父我病痛很多 可是你想想看 你這一生有沒有傷害過很多眾生呢 有很多婦女 小的時候呢 你的婆婆呢 叫你要殺雞就要殺雞 殺鴨就要殺鴨 你是不得已的 雖然你那時候沒有殺星 可是你還是做了 所以你還是有業的 所以從現在式的結果來講 觸跟受 是很敏銳的 你要保護自己 保護自己 就像保護你的眼睛 對不對 不要被東西扎到 受傷 接下來再看苦流 現在式的因 請看幻燈片 愛取有 現代人 最苦惱的是什麼 貪愛 很多東西 貪戀的很多 佔有欲很強 當然這裡的愛 不單單是指男女結婚 男女結婚是一類 但是呢 是講說 你對所有一些人事物 都很貪愛 你想想看 我們從頭到腳 哪一個人不貪愛呢 對不對 對不對 頭髮要燙得很漂亮 對不對 是不是光頭的 要掛耳環 對不對 還要眉毛畫一下 還要擦一擦粉臉 男生女生現在都要愛化妝 其實我們從頭到腳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真正愛的是誰呀 最愛的是自己 佛經講自體愛 第二個叫境界愛 就是呢 希望別人也參與 這裡的境界包含人事物 比如說你快樂的時候 唱歌的時候 唱卡拉OK的時候 你也希望別人跟你一起唱卡拉OK 你為什麼覺得 開心呢 因為有一起的互動 當然好的健康的卡拉OK 跟好朋友啊 一起唱卡拉OK 這是很開心的 你本來心情是很溫足 很鬱悶的 結果跟朋友呢 唱一唱卡拉OK 回來以後你心情很愉快 為什麼 因為你人跟人 心能量的互動 這是正面的互動 但是 人跟人之間也有負面的互動 舉方說什麼 搶女朋友 搶男朋友 跟人家做第三者 這些東西 嫉妒心生起來 甚至為了搶財產 不擇手段 我想看各位 有機會看東方的電影 或西方的電影 很多人呢 為了呢 才色名十歲呢 什麼樣的技巧啊 他都不擇手段的 會做出來的 對不對 看到這個老公 很有錢 就要嫁給他 最後老公死了以後 就換另外一個老公 另外一個老公 更有錢 你看人真的很可怕 這裡的貪愛是廣義的 娶是指佔有欲 你希望他永遠屬於你自己的 而不要失去 所以 有 你就是希望他存在 屬於你的 所以注意聽 在這裡 所以佛教要告訴你 要知足 要常樂 告訴你 人想要的東西很多 現在人煩惱很多 一個老公還不夠 還有兩個 還有三個 現在人老婆呢 一個也不夠 還有兩個 三個 你看 現在人的煩惱就很多 那你假如有兩個老婆 三個老婆 那你就很多麻煩 為什麼 你要出很多錢養他們 要人呢 你又有很多娃娃 那你呢 你又要去養他們 所以你就會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苦惱 所以 佛經理講 玉海難填啊 人的苦惱 來自於呢 貪愛 佔有 執著的東西很多 它不單單指一樣東西 到還所有的人事物 好 當你擁有這些的時候呢 你沒有得到的時候 你用盡所有的生命體力 想要得到它 你很苦 對不對 可是你得到的時候 你也會很痛苦 因為你要請警衛 還有中心保全 保安人員幫你保存著 你怕他失去 對不對 比如說舉個例子 我不知道在新加坡有沒有 在台灣我們很有錢的 怕打搶 怕打搶呢 他要請24小時的警衛 跟著他 保安人員 為的是什麼 他每天呢 要出去半小時shopping shopping的時候 要有人保護他 他怕人家搶啊 那你看看 你為了要半小時 有人保安人員保護你 可是你卻要付24小時的保安的費用啊 所以人要付出的代價當然就很多了 好 接下來看 有 因為有 接下來生 你就會希望你斷氣的時候 希望有 後有愛 剛才我們講一個自體愛 境界愛 還有後有愛 後有愛是什麼 人都喜歡要長生不老 像中國秦始皇 每一個人當了皇帝以後 最後都要永遠不能解決的一個問題 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夠活 萬歲萬歲萬萬歲 當了皇帝最後最大的苦惱 還是會死的 你當了皇帝再多的財產 死了以後呢 你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拿著找 聽起來很消極 不 這才是真正很積極 佛陀告訴你十二因緣的真相 就是說 到底你的一生要換什麼 注意聽 第一 有些人一生換什麼 換錢 拼命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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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新加坡的每天 Walking working Walking machine 為了就是要賺錢 當然你需要有錢的壓力 你希望做的 住的好一點 舒服的 生活的好一點 你出國去玩可以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你一生所有的東西 通通都在換錢啊 你的所有生命體力 都只在換一個 就是 Money Money 那不是很可惜吧 為什麼呢 因為人生除了錢之外 還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 有價值的事情存在 第二個 有些人呢 一生呢 喜歡換名聲 名聲就是呢 希望人家讚嘆他 你看有些人呢 給他名片 一畫了 你看我有十幾個title 我又是CEO 又是個President President President 這麼多的President 死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沒有 有些人呢 就希望人家走到哪裡 都希望讓他做VIP 對啊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喜歡名 第一個是 一生換名 利 第二個 一生換名 第三個 有人一生換什麼 吃喝玩樂 對不對 尤其現在的年輕人 對不對 沒有學習佛法 他講 人生就是吃喝玩樂啊 所以他每天都玩 Mummy enjoy yourself Have a good day 他就是跟帥哥出去了 幾天都不回來 每天玩啊 沒有的時候 Mummy Can I need your money support Please 我需要你的錢 注意聽 佛教徒 該給你孩子解錢 不要寵壞他 所以你會想 你看 第三個有些人玩的是 吃喝玩樂 有些人呢 活了來一生呢 就是呢 希望去全世界旅行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願望跟理想 但是師父要鼓勵你 從佛法的角度來講 你才知道 得一個人生是很難得的 來人間做什麼 學習佛法 來人間做什麼 行菩薩道 來人間做什麼 去幫助一切的眾生 這樣子 你在家諸家 就會很有意義 所以 如果你真正能夠修到有福報跟功德 當你斷氣的時候 真正修得很好的人呢 他就可以自己決定 他來一生投胎去哪裡 像西藏很多偉大的轉世的上師 仁波切 取一個例子 歷代的第一世到第17世的 他來一生生生世世要投胎去哪裡 他下一生投胎到哪一下 爸爸媽媽 名字跟時間地點 他通通都知道 為什麼知道 因為他在禪定中 看到自己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 所以真正修行最好的 上根立志的是可以這樣 第二個 假如你不能修到你自己決定 起碼做中等的 就是中國人講的 你們中國人最喜歡共 福祿壽 對不對 新加坡不是都喜歡共福祿壽嗎 什麼叫福祿壽呢 就是你三個都有 其中的壽 叫做壽終正寢 就當你斷氣的時候 你是很開心的 想一想我這一生呢 心沒有什麼遺憾 然後呢 就這樣笑笑的 在正寢 正寢就是自己的房間 然後笑笑睡著 他就走了 這是中等根性的 很好 這也是要很大的福報的 第三個最不好的呢 是走的時候啊 自己呢 還要人家住念 然後又生了很多病 又很痛苦 甚至呢 很不幸的師父直說 甚至有些變成中風 或植物人 躺在醫院上或家裡面 很多年很多年 那自己就要 這個就是業力很重的 怎麼辦 拜地藏王菩薩 念地藏聖號 以及為他做功德 他的業力轉動的時候呢 他就會往前走 關於嚴壽的部分 也保持長壽的主題 我會在明天或後天講 今天還沒有講 好 請看下面 所以這十二因緣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宣學 界定會的功德 也要訓練你的禪定 要常常多做廣大的功德 幫助很多人 甚至最重要呢 你要常常記得自己 要念佛跟念咒 在緊急苦難的時候 你能夠提起佛號 這是跟咒語 這是很重要的 接下來再看二十七頁 第七行 心三 三流互轉 如是上面講的夜流 煩惱流跟苦流 在講義二十七頁上半段 師傅又撒畫三個框框 然後呢 這三個流啊 就像那三條河流一樣 一起呢 會會在一起 夜為良田 夜 我們講 夜就是呢 像一個田一樣 無明為陰 無明就是呢 你對宇宙事實的真理 並不了解 接下來 你每天呢 對很多人事物 產生了很多貪愛 執著佔有 留戀這為滋長 慢慢呢 所有的呢 田裡面的這個 所有的植物啊 就會長出來 這就是輪迴的真相 接下來 你希望你的田 能夠 你希望 把這三種流呢 把它停止 那要從哪裡呢 要從你的慾望去 下手 為慾哭哲 就是說 當你的煩惱 貪嗔之的煩惱 能夠知足 常樂 能夠降低一點 那你一樣 還是有良田 可是呢 你種的良田呢 本來是種雜草的 後面呢 你可以種稻子 種麥 對不對 雖然你現在 還有細微的無明 但是這 生死六道輪迴的 這三種流啊 你來人間這意義呢 還是呢 可以幫助很多人 學習佛法 跟行菩薩道的 所以這三種流 在你沒有 開悟之前 其實它也可以成為你 利益眾生的條件 對不對 接下來再看 心事 地觀實相 好 修地藏法門 除了第一個 修禪定之外 你要訓練你的心 然後你要了解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 當你了解了以後 接下來要學的一個身 叫做很重要的重題 叫心事 地觀實相 請你旁邊寫 緣起信空 就是你要知道 一切法是因緣合合的 它是沒有實體的 這是很深的 不過你還是要去學 那最好的方法 我教你 就是你唸地藏聖號 唸地藏聖號 每天唸三千聲 至少唸一千聲 按照地藏菩薩本願經 每天唸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 對不對 唸十圈的念珠 唸完了以後 你靜坐一下 靜坐完了以後 唸什麼 唸般若心經 唸二十一遍 你這樣就可以觀空性 當然你有時間要唸金剛經 或大般若經 那很好 不過我想 新加坡的臉友都太忙了 唸二十一遍心經吧 很重要 你會觀空性 那時候你腿還是盤起來 不要急著離開 先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聲 般若波羅蜜多時 照見五運皆空 唸出一點點聲音 自己聽自己的聲音 你也聽這個聲音 也是空性的 我再講一遍 先唸地藏法門 一千聲 兩千聲 三千聲的聖號 靜坐一下 五分鐘或十分鐘 先不要急著把腿放下來 嘴還是盤的 然後唸般若心經 二十一遍 唸完了回向才離開 接下來看這一段 心事 真正修地藏法門 注意聽 地藏地藏 地藏菩薩 為什麼有這麼廣大的功德力 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十方諸國土 無叉不現身 甚至釋迦牟尼佛 在道立天宮 為母親講 地藏菩薩本願經的時候 最後一品裡面說 地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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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滅度以後 南岩福提所有無量無邊世界的眾生 在我滅度以後 一直到彌勒菩薩還沒有出世 這麼長的時間 有五十六億七千萬年這麼長 所有天上人間的所有的眾生 我都交給你了 為什麼地藏菩薩有這麼大的功德力 我可以告訴你 現在告訴你 有幾個原因 第一 祂陣入華顏三昧 你可以寫在旁邊 祂的功德力 祂已經陣到華顏三昧 所以祂的功德力 跟十方一切出佛一樣 所以地藏菩薩不是你想像的 喔 只有七月喔 喔 現在要超渡喔 我們家有鬼啊 要抓鬼啊 在念著祂菩薩 你太小看地藏菩薩 以為祂是抓鬼的啊 當然啦 祂也能渡鬼啦 可是你有沒有渡你心中的呢 心中的鬼咧 酒鬼 色鬼 嫉妒鬼 貪心鬼 小氣鬼 對不對 其實我們心中很多人都在 心懷鬼胎啊 對不對 所以地藏菩薩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功德 可以蒙釋迦摩尼佛親自跟祂講 所有無量無邊的眾生 沒了菩薩 還沒有出世之前 只要祂有苦難啊 你都得幫助祂 為什麼 因為祂陣入了華顏三昧 第二個原因是看這裡 祂陣入緣起信空 就是我待會要講的這一段 祂看一切的眾生啊 就像夢一樣 所以祂才會不執著能夠去幫助你 所以地藏法門其實跟禪定是要結合 同時也是要跟般若波羅蜜結合的 當然地藏菩薩還有很大很大的願力 我在Part1裡面有講 南魔大願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有三十幾樣的功德 那都是祂的功德裡 所以請看經文 二十七 第九行 心四 地觀實相 實相就是一切宇宙真實的事實的真相 各位有講義 我直接白話歡義 這段比較深一點 老菩薩慢慢聽 不要急 我會慢慢講 與五蕴曲 就是我們這裡 色受想行事 我們這個身體的五蕴當中 先要從我們的身體去觀 在南傳就叫做四念處 身受心法 你可以寫在旁邊 從你的五蕴身當中 你要關身體是不乾淨的 第二個 關你的受是痛苦的 為什麼說受是痛苦 一般我們覺得受是快樂的 可是你舉個例子好了 像譬如說今天天氣很熱 假如你去吃冰淇淋 吃一碗冰淇淋很好 兩碗冰淇淋很好吃 吃到三碗冰淇淋 你就糟糕了 拉肚子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過於不急都不好 事實上你說很好吃的榴槤 讓你吃一個 兩個 三個 當你吃到五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糟糕有點想吐了 為什麼 其實所有的感受啊 事實上短暫的是快樂的 它真正的真相呢 是痛苦的 所以身受心法 你要從身受心法去看 看什麼 這是觀為無常的 請看幻燈片 無常的 它是苦的 它是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 我的 可是呢 凡夫啊 是很愚痴 很奴動的 對於呢 這些真正的千變萬化的 這個人世間的真相 常常看不到真相 什麼真相呢 事實的真相是沒有動的 就像謊話 像魔術師一樣 待會我會給你看圖片 先聽文字 像放火焰一樣 新加坡也會放燈火 過年的跨年晚會 也放firework 好像呢 水中月 天上的有月亮 中秋節剛剛過 然後你到聖陶沙 對不對 你看到河 或是湖旁邊 就有月影 水中的月亮 對不對 請把下面畫起來 如夢所見 空無所有 把這兩句畫起來 也就是說 什麼叫觀空性 第一個 你要常常想 這些都是像做夢一般 不是真的 請看下面 好 待會我會在下面講 我講到 空無相無願 待會我會再講 再講一遍 常常想 所看到的東西 就像做夢一般 不是真的 請看這一張 好 地藏王菩薩 美是要從內心而做起 心中沒有貪嗔痴的煩惱 那才是真正的美 所以各位親愛的女士們 對 請明天開始 就不要買化妝品了 你怎麼聽了這麼多精 還是買了這麼多 一張牙膏這樣塗啊塗啊呢 對 真正的美 是從內心裡 當然你適度的 皮膚保養是很好 因為每個人的皮膚 感受不一樣 但是呢 師父都覺得很奇怪 很多人都花了很多錢 可是用在呢 都不一定有意義的地方 對不對 我在敬明佛學社的時候 我就曾經呢 講一個故事 我現在講好了 有一天我坐捷運的時候呢 我坐上去 對方就有一個女生 她有兩個包包 一個包包裡面在她的妝前 另外一個包包 全部都是妝化妝品 她就坐下我面前這樣 然後我就看她 我就一直唸 我覺得眾生很可憐啊 其實她長得像鬼一樣 真的 說我說我的 吸血鬼一樣 對不對 還弄髮膠 對不對 人都是愛在外在的東西 可是你不知道 當然人 愛美是人的天氣 師父沒有說各位明天 要像萬聖節一樣 每個人都畫得很可怕來聽經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愛美是人的天氣 但是你過度執著美 你會付出很多痛苦的代價 對不對 你很希望美的時候呢 對不對 可是你會老啊 然後你心裡就會抗拒 你不願意老 其實老也很可愛啊 老呢 對不對 不會啊 我昨天給你看一張圖片 老不是也很美嗎 你看 這張 老的皺紋也是很美啊 充滿了智慧的痕跡啊 生命的歷練啊 他不是也很美嗎 對不對 可是你看 老的時候也有很苦的啊 看看這兩張 一張是很美 很溫馨的 他的心很美啊 一張呢 他很痛苦啊 你看他的眼神 對 因為這張圖片 他是得了癌症啊 他居然聽到自己得到癌症啊 所以老其實也很能美 為什麼 是在你的心 你充滿了慈悲心 你充滿了生命的歷練 你充滿了酸甜苦辣 人生的歷練 其實呢 你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叫什麼 皺紋啊 也是聰明的智慧的線條啊 也是很美的啊 對不對 白頭髮也不是不好啊 呆法的代表呢 智慧的增長啊 所以你不要抗拒自己說 我一定要永遠十八歲 那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抗拒 無常的真理 人老 但是心不要老 這個才重要 對不對 繼續再看 所以 再看 剛剛講 如水中月 如做夢所見 看 如夢幻泡影的煙火 這是台灣 這是台灣 對不對 2010年 台北市的煙火 我想新加坡 以及全世界很多的都市 紐約 日本 東京 倫敦 上海 北京 新加坡 還是全世界的首都 都喜歡放煙火 請問人為什麼喜歡煙火 慶祝 Celebration 不然就講 Festival 節慶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在放煙火的 砰 都是錢啊 其實我們是在燒錢耶 當然說師父你不要講這麼白嘛 對不對 但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你看 我們很喜歡去看煙火 你看 嘶 砰的那一剎那 對不對 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呢 花掉多少大家的這個 Tex 對不對 然後花掉很多錢 你看 煙火非常的美 的確很美 可是我問你 美抓得到嗎 抓不到 各位 你看 好 這是呢 台灣 高雄的元宵節 就像你們這邊 Trinertown也有 元宵節 中秋節 我們台灣呢 有中秋節 也有元宵節的花燈 你看 花燈很可愛啊 對不對 很可愛 然後呢 還有音樂 左右會搖擺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看啊 因為節慶 所以大家都會喜歡帶你的家人 小孩 出來逛逛走走 吃東西 好 然後再看 台北101 2010年 開始倒數 全世界都很瘋狂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那一天喔 2001年 今年的 1月1號 也就前一天晚上 是12月31 那天我還在商業經濟上課啊 我剛好有課 上完課呢 師傅做MRT 回我住的地方 然後突然到了呢 一半的地方 我也跳下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倒數剩一分鐘了 我就在捷運上的這個 Bus Station MRT Station 它有高架橋 就看到這裡 然後就開始 很多人就是 59 58 57 全世界就很瘋狂 對不對 耶 你看 看到了嗎 看到了 換燈片嗎 有了齁 你看 咻的那一剎那 非常的壯觀 對不對 101 對不對 再看 對不對 這是燈 上面的燈 所以你看 101 其實真正的煙火 大概只有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大家就 Happy New Year 就很開心 新的一年 對不對 就到了 那請問 你看 當煙火放完了以後呢 就這樣 烏雞媽黑的 對不對 這就是烏雞媽黑的 對啊 所以 那我請問 請問 剛才的煙火在哪裡呢 看一下 剛才的煙火很美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放完就烏雞媽黑了 好 現在師父要講什麼 注意聽 學波爾波羅蜜呢 先要告訴自己 一切都不是真的 都會變的 所以你不要太執著 好的 也不要太執著 不好的 也不要太難過 它永遠會變 那你會說 師父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我們人很苦 我們期待好的東西 就希望它永遠好 比如說做生意 很多人這幾天都來問我做生意 不可能永遠都成功的 因為全球在競爭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做生意好 那是你的福報 但是做生意不好也沒有關係 看 什麼叫話給你看 做生意好 永遠會好嗎 不會 一定到頂的時候 它一定會下降 下降 下降 所以你一定會經歷過生命裡的酸甜古辣 到底的時候也不要難過 看 它一定會往上爬的 所以危機就是轉機 這就是學佛人的想法 那告訴你一切不是真的 那你又會很痛苦 師父 我的孫子就這樣每天跳過來 跳過去 我怎麼會不是真的呢 你想 你的孫子現在長大 將來結婚生子 最後他也會走啊 你的身上每天的細胞 一天也一天一天的老啊 你看你的頭髮白頭髮 一根一根的多啊 對不對 現在很多看不到是因為你都有染髮 我知道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都不太願意去面對事實的真相 所以當一個生命很大的打擊來的時候 我們就很痛苦 心就碎了 然後就得憂鬱症了 就變成這樣了 其實你的心不要被打垮 其實老實告訴你 憂鬱症是沒有要的 你的心要透過很多人幫忙 朋友的鼓勵 佛法的修持 慢慢做很好的 慢慢的調整 你的心的力量要很強 對不對 所以佛陀告訴你事實的真相 就像夢一般 所以好的東西 不要太高興 知道就可以 壞的東西也不要太難過 你就繼續修行 它會改變的 所以這樣好的時候 你也不要太高興 壞的時候你也不會太難過 你的心就會心靜如止水 慢慢心靜如止水到寧靜到一個階段 你就慢慢會開悟了 你現在心像什麼 像那個呢 聖陶沙外面的人 拿丟石頭啊 什麼東西都丟進去 哎呀大風大浪啊 對不對 今天Happy Birthday就很興奮 明天呢 一開馬票又輸了 就非常生氣 然後就開始又跟老公老婆吵架了 你看 我們的心都是起起伏伏的 像狂風暴雨的大浪啊 可是呢 我們都把它當真的 當佛講 不是真的時候 注意聽 不是說否定各位不存在 而是佛要告訴你 事實是會變的 舉個例子 你說昨天獎金的新紅獅跟新天新紅獅 有什麼不太一樣嗎 有啊 頭髮又多了幾根啊 鬍子又多長啊 昨天我很累 今天還好囉 對不對 你看不出來 可是呢 我們每個人身上 每個細胞都在變啊 然後你心裡想 那這些每些東西都在變 哪時候你才會知道 打坐的時候 所以修禪定很重要 你把心定下來的時候 你才會想 對啊 人生的是酸甜苦辣 一切東西都在變嘛 所以 佛告訴你 這是苦空無常無我的 就像夢中一般 所以你常常想 我們人生就如夢一般 你 煩惱就會少一點 就不會那麼痛苦 好 接下來再看 第27頁第10行 我剛才沒有講完 如夢所見 空無所有啊 講空不是否定一切存在 空是講 它不會有一個 永恆不變的實體 好 不好意思 師傅 再用一個例子 又借一下 匡禁念佛堂的一朵花 你看你現在花很漂亮 對不對 的確 護法幹部呢 用虔誠的心 來布置很漂亮的鮮花 莊嚴佛堂 當你花供佛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功德 對不起 是不是借一下 這個無常道了 看到了嗎 我現在在表演無常法給你看 不是叫你每個人都來剝花 不是這個 哪有一朵花 只剩一根草了 對啊 你看剛剛花在這裡啊 那你會說 師傅 這是你手動 沒有錯 可是你如果把這朵花再看 放在佛堂 尤其是沒有拆冷氣 過了七天十天 這花若沒有了 你也會看到它 也慢慢會枯萎 只是它是用時間而已 今天我現在呢 用我的手 表示時間 本來是一朵花 然後呢 一下子就變這樣了 所以你說 花哪有永遠存在呢 沒有啊 所以叫做 好花 不常開 好景 不常在 對 中國人本身 也是有空性的智慧 但是空性有深淺 所以你看到一個美女 你就會 心裡跳 然後你可以深呼吸一下 然後假如她現在生病了 流口水 然後她現在得了癌症 然後嘔吐了出來 你看 你就不會再喜歡那個境界 你的心就控制了嘛 對不對 假如你又看到一個帥哥 對不對 女生看到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假如她現在又沒有刷牙 對不對 然後呢 沒有刷牙 然後呢 又抽菸 又長得檳榔 很臭 請問你還會喜歡她嗎 所以你要想 所有東西都會變的 所以因為變 你才會看到事實的真相 真相是什麼 是 了不可得的 這在波爾波羅明經講的 對不對 所以心經講 無怪故 無有恐怖啊 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無怪故 為什麼你沒有 還有掛案 因為你把它當真的 你把它當真的時候 你就會抓 看著 師父這是玫瑰花 你抓的時候會刺到 好的花都是有刺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觀它如夢一樣 空無所有 再看下面 空無所有是它的本質 無相 對不對 你看剛才花有玫瑰花的這個形象 再看一遍 右手 玫瑰花它像玫瑰花苞一樣 可是當你把它全部剝掉的時候 你看它沒有一個固定的香啊 它的相就這樣光秃秃的 無怨 注意聽 無怨這禮字不是說沒有發怨 是發了怨而不要執著自己有怨力 無相是呢 表示你的相是會變的 舉個例子 比如說在座各位 你現在來聽經 你算是信徒 你稱我叫師父 可是男眾若回去 你可能就是孩子來講 你是爸爸 你對太太來講 你是先生 所以你有不同的角色 所以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形象 沒有一個固定的形象 這個叫無相 知道嗎 無並不是什麼都沒有 而是它不會執著一個固定的相 無怨是說我發怨度眾生 但是呢 不會執著執著的說 我今天度了多少的眾生 比方說 我們是正信佛教徒 像一貫道就常常會計較 我今天又拉了三個人來進佛堂了 明天我又度了五個人來吃素了 他還是執著 可是這樣子的話 還是沒辦法成為功德 這只是福報而已 所以這樣無不是什麼都沒有 而是呢 他不執著他的本體 無所造作 請問 我先問你 你來投胎人間 誰把你創造出來的呢 你自己創造的 並不是觀世音菩薩把你送到新加坡來的 叫無所造作 無生 無起 無出 無相 這裡很深 就像心經講 不生 不滅 不夠 不靜 不增 不減 簡單的講 他沒有對立 沒有深跟起 沒有出 沒有進 所以他的心就會極盡遠離 而無所出生 無所出生就會像什麼 像鐘一樣 看 鐘 鐘 你敲他咚一聲 他就什麼聲音都出現 你看鼓 因為裡面是空的 所以你敲鼓就會 咚韜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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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韜 廟宇的牧魚 你看牧魚 牧魚對不對 表示昼夜精進 牧魚的中間為什麼要刻一個空的 因為牧魚呢 中間是空 它才敲得出聲音來啊 看是不是這裡 牧魚 韓國的牧魚 它中間也是空的 因為空 所以才會出生一切的廟友 這是很深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在人世間的哲學跟邏輯裡面沒有 只有佛法有 所以因為緣起 所以它本質是信空 因為是信空的 所以它像虛空一樣 可以出生一切的廟友 所以 我先解釋到這裡 所以 今天聽完經以後 先要回去告訴自己 什麼東西呢 都不是真的 你不要在老婆不清楚的時候 她在發脾氣 老婆發脾氣也不是真的 那她會氣死的 她說你到底有沒有在念 Are you listening to me? 對不對 不是 告訴你 不是真的意思說 你的心不要受外境而影響 在這裡 我插一句 因為要講到懺悔 上一次有一個佛友 請問師父這個懺悔祭 後來我思考了一下 我只答了一半 因為那時候是最後一天 很敢 看這裡 她說師父 請問 世相的懺悔跟理相的懺悔有什麼不同 我們講 往昔所造諸惡業 從我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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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跟我們的念頭 而產生了很多傷害自己 也跟傷害眾生的行為 所以我經對一切我經呢 對佛菩薩做懺悔 這個叫世相懺悔 什麼叫世相懺悔 簡單的說 有一個 我能夠懺悔的人 還有一個 我拜地藏菩薩 或觀音菩薩所懺悔的對象 所以我們佛弟子 在十大願裡面叫懺悔業障願 我們是要常常懺悔的 接下來他會問 師父 請問 什麼叫做 在這個懺悔當中 有三種力量 請看一下 這是我常常講經會用到的 請注意聽 也背起來 這出自於波周三昧經 這個是你理解一個 佛法很重要的參考關鍵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The power of yourself Yourself is your practice 第一個 我們常常在佛經裡 都會看到 你看 觀世音菩薩 有很多的功德力 拜地藏菩薩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連地藏經也有很多的功德 這就是説佛菩薩的放光加持 對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 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這裡的法包含你自己要去 聞思修 你聽聞佛法 然後你產生的力量 你知道說 我以前脾氣很不好 沒有慈悲心 現在呢 我要改我的脾氣 慢慢變成更有慈悲心 什麼力量轉變你 法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以前呢 我的嘴巴很毒 常常講別人惡口 那現在都脆脆念 脆脆念 現在我不念了 反而講好話去鼓勵人 什麼力量改變你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可是這個法的力量 有時候你會覺得有效 有時候你會覺得沒有效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長期的受持的經典 佛號跟咒語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你這個禮樂很用功 像信護法師來新加坡獎金的時候 哇 你法喜充滿用功 你用功 等著走的時候呢 對不對 甚至有人把我的照片都蓋起來了 譜仙行 因為你三千步 沒聽到 你看 你會把你的煩惱給蓋住 為什麼 因為你的修持 佛號 咒語跟經典 包含 文師修 Learning the Dharma Thinking within the Dharma 思考 修Practice through the Dharma 這三個力量你要持續 接下來你就會產生 第三個 自己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yourself 這裡的 yourself 是指你的 your practice 比方說 你自己的虔誠心 你看到佛菩薩很恭敬 你知道自己做錯了 有懺悔心 有慚愧心 注意 這三個力量都很重要 這樣才能轉動你的業力 講地藏法門很殊勝 是講什麼呢 我們當自己覺得自己很脆弱 The power of yourself is very weak 就是說你自己的力量真的很弱 我們人哪時候很弱 我們人哪時候很弱 生病的時候 生病的時候 業障來的時候 或者很多人事物不順利的時候 的確我們會覺得心很脆弱 的確我們會覺得心很脆弱 很disappointed 或叫做 depression 對不對 你自己覺得 disappointed 就是覺得很挫折 或 frustrated 你覺得很沮喪 的確 這時候你力量很弱的時候 你更應該用功要靠什麼 rearm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rearm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所以你拜地藏菩薩 你供地藏菩薩 你家裡供一尊地藏菩薩 你願意升起虔誠的心 然後供香或供一杯水 乃至你很虔誠很虔誠的 拜了三拜 這時候就會升起力量 什麼叫力量呢 就像插頭 比方說插頭 現在呢 你若沒有 師父現在講麥克風 假如插頭突然斷的話 它就沒有聲音了 可是呢 因為聽不到聲音 你就要趕快把插頭給插上 當你升起虔誠恭敬的時候 因為你虔誠跟恭敬 身口意的虔誠恭敬 包含你心中的念佛念咒 就像跟佛菩薩太陽能的光 你就接上了 所以佛菩薩的光就會照在你身上 遍照三千大間世界 你雖然看不到 但是它會忽念你 它會鼓勵你走過人生的黑暗 這個就是地藏法門 為什麼拜地藏菩薩 跟諸佛菩薩有這樣的功德力 請這三個背起來 假如我要考佛學班 第一題就是考這三個 請你給我解釋 什麼叫佛力跟法力跟智力 而且各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而且這三個像三足鼎立 你具有這三個力量 才叫正知正見的佛教徒 否則那你總是想法呢 就會想 哎呦師父 我幫那個人誦經 會不會他業障背在我身上 其實你這樣想法 都不符合這三種力量 然後你就說 哎呦對不對 我去那好心看人家 為什麼我回來就頭暈暈了 我快不行了 你就會有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心的力量不夠強 第二 你對法的力量也不夠堅定 第三 你對佛的力量也不夠肯定 接下來看懺悔像什麼 像閃電一般 懺悔的力量很重要 比方說剛才講 那個懺悔記 懺悔記其實也可以唱 對不對 大家有聽過 往昔所造諸二葉 你真正唱的時候是很莊嚴的 然後懺悔的時候呢 像閃電一樣 你看 黑上 看幻燈片 天空很黑暗的時候 突然閃電 大地突然很亮 其實我們的懺悔心就像什麼 閃電一般 再看下面一張 你看 你如果閃電閃久一點呢 對不對 你懺悔的力量就更強 再看 閃電 天上的電呢 如果不小心打到大樓 你看 大樓也可以摧毀 這個闢玉是什麼 你閃電懺悔的力量 可以把你無時以來的業力 像堅固的大樓一樣 也可以把他摧毀的 所以懺悔 可以懺除你的惡業 他的道理就是這樣 接下來你看 閃電的時候呢 整個呢 假如很強 甚至有些閃電 很強的時候 整個都市裡突然會停電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就問 你的心的力量 懺悔的力量 有沒有這麼強 比方說 各位喜歡拜梁黃寶菜 會拜鑰匙寶菜 或是拜金剛寶菜 你們吧 你們的閃電都是一點點的 來這邊 好久不見 吃個飯就走了 你真正沒有呢 升起懺悔的力量 對不對 你雖然很有福報了 也唸了一些佛菩薩的名號 也拜了一些佛菩薩 師父不能說沒有功德 但是你的閃電力量太弱了 所以你沒辦法轉動業力 你看前面一張 對不對 真正閃電的力量很強的時候 它是可以摧毀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代表自己的惡業 好 但是到這裡我還沒有講完 再看下面